大家好,习近平现在真正是坐稳农椅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 江山已经在他的手上了 共产党接下来要长久的在习近平的统治之下 要坚持很长很长的时间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习近平肯定是一个蠢货 所以我今天想从思想史的角度解释一下 为什么习近平他必然是一个蠢货 而且我设置一个问题意识 中国人,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民情秩序 如果没有习近平的话 他会是一个怎样的状态,是一个怎样的结果 思想史的意义上都说天人合一 其实我不用去读经典 而是诚实的问我自己 我真的能做到天人合一吗 而且这你的天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是天道吗 那么天道到底是有什么内容呢 天道开口说话吗 是天空吗 然而所有的天空都在人的理解范围之内 我们人的灵魂比天空更加辽阔 关于合一的思想 约翰福音有着极其具有启示意义的陈述 当基督徒讨论合一的时候 其枕密的意义是使他们合而为一 上帝的绝对权柄和绝对力量 让相信上帝的人们在上帝里面合一 这么解释的 而不是人靠着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让自己与天道合一 其中的观念差别真是天差地别啊 一个有限之人如果没有建立起上帝同在的观念秩序 中国的天道的解释啊 这才是对人的力量的绝对夸大 才是对人的意义的绝对缩小 而且夸大和缩小是同时出现的 而任何对人的理性能力的夸大就是邪恶 比如我们熟悉的所谓的人定升天 而任何对人的意义的缩小都是奴役 比如罗斯丁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罗斯丁 所以在中国一个人是人定升天 一个人是罗斯丁 他同时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心智结构里面 很扯淡的一个事情啊 圣经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啊 我天天都背 上帝让我比天使低一些 但用荣美和尊严给我加冕 仔细想想吧 这才是我的位置我的意义 人的存在之恋是一个大问题 必须要花时间想清楚 人真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人要认识自己必须要有一个高于人的观念 智序和方法论 作为我们认识自己的明确的基准条件 这样的认识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才是一个人认识自己的哲学方法论 对于人类而言无论是文献还是经验 圣经里的上帝启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高于人的存在的观念和方法 才是我们认识自己的唯一的基准条件 可看我们中国人这么多年以来就没有领受过上帝的话语的特别的启示 然而我们呢又是一群人 我们隐隐约约知道人心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所以中国人都是站在人的角度 从自己的人的立场出发 说什么人心是灵明啊 人是天地之心啊 或者说什么举头三尺有神明啊 习近平这样的人都说这句话 这种认识能的状态在逻辑上属于把人对上帝的理性不可知 转换成人对上帝的理性可知 不理解上帝启示的降临秩序 或者说是把人的位置拉高到上帝的位置 人心冲天塞地 人的理性的能力被严重的放大 正是在这种隐蔽的观念的转换过程中 中国人取代了上帝的位置 中国人对真理的渴望认知取代了真理本身 中国人对审美的认识取代了美 人因为骄傲走向无知 人因为对人的认识的无知走向奴役 在这一连串的错误之中啊 最初的错误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的思想家们把对真理的认识取代了真理 整个朱子百家时代的思想家 他们所写的认语也好 中庸也好 道德经也好 逍遥有也好 各种的文字啊 朱子百家的文字都是人对真理的想象 而不是真理本身 可是把真理的想象取代了真理 整个中国文化的前端出现了巨大的错误 都是基于自己的想象力或多或少解释了天道的意义 然而他们并没有真正倾听到真正的天道 因此他们的解释仅然成为天道的主体 中国社会是不是这样子的 你一说天道 天道在哪里啊 天道在论语里面 天道在道德经里面 你开什么玩笑吗 论语是孔子写的 道德经是脑子写的 那是人类的著作 它不是上帝的话语启示好不好 正是在这种天道的人际解释过程中 掌握着身杀大权的皇帝摇身一面 成为天子 在中国人人都需要一个皇帝 而这个皇帝就是真理的化身 事实上当我们考察民情秩序的时候 考察中国人的心理结构的时候 我们发现每一个中国人其实都是真理的化身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是隐蔽的皇帝 至于那个坐在农椅上的皇帝 那个所谓的真理的化身 不过是民情秩序把它拱到了农椅的位置 是吧 有趣的是人们渐渐发现一个事实 民情秩序意义上的民众 其心智通常意义上普遍都高于皇上高于天子 是吧 中国的民情秩序从来不是君子们老师们所描述的上智下鱼 而是上鱼下也鱼或者是下鱼上更鱼 或有的时候是上鱼下智 是吧很有意思的啊 所以在比较的意义上在一个愚蠢而自信的时代 在一个习近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 最愚蠢的并不是中国人的民情 真正排名第一的愚蠢之人 就是那个坐在农椅上整天喝的乱醉 开口只会说大话 一通的自信老是念错别字的皇上 他的名字叫习近平 所以我说看啊 这个时代最醒目的宠货 此时此刻又在喷出他的更加愚蠢的口水 这真是一个巨大的中国悲剧啊 一个彻头彻尾的宠货 之所以如此的醒目 仅仅是因为在民情秩序的意义上 中国的皇帝和每个中国人没有任何的区别 皇帝和批民一直是最坚定的盟友 所有人团结起来 一直在努力建设中国这个大监狱 你只有把这个逻辑链把它思考清楚呢 你才理解 为什么习近平这样的宠货 他那居然走到皇上的位置 居然成为治国理人定义一孙的这个大人物 所以我的标题很清楚嘛 是不是 从思想时的角度解释一下 为什么习近平必然是一个宠货 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没有习近平 因为习近平就是每一个中国人 中国人就是每一个习近平 我告诉你 他们之间是同构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是坚定的说出我自己的语言 坚定的说出我自己的思想 这也是我长期的思考 我呢不管别人懂不懂 我呢也知道我很孤独 但是我乐在其中 我意义孤情 我不会动摇我的信念 一个人生活在中国 如果你不能倾听到上帝的话语 如果你不能翻开圣经这本书 如果你没有养成怀疑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心灵方式 基本上你在中国 要么你就是一个习近平的网目 要么你就是一个动物式的生活方式 就这么简单 所以在中国就是这样子的 领导夸你的时候说你人定胜天 领导扁你的时候去说你是个螺丝钉 一个把你推到天上 一个把你踩到地狱里面去了 两个问题同时存在 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们对自己完全没有这样的认知 我们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 生活在中国这一个大监狱里面 所以只有在真正直面我们自己的信仰困境 和我们的人性论的残酷的愚蠢的现实之后 我们才能开始真正认识我们自己 所以我每天都在对我自己说这样的话 我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有限有罪 无知无理无耻之人 当我说习近平是一个宠货的时候 我首先在说我自己是一个宠货 当我说习近平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混蛋的时候 我其实我也在说我自己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混蛋 事实就是这样 我必须承认这一点 如此我的败坏的人生 我的愚蠢的人生 才找到我的开放式纠错的起点 我也才能真正的读懂中国 我读懂每一个中国人 读懂习近平 读懂我自己 谢谢